阿彌陀佛 諸位同修 諸位大德 大家好 阿彌陀佛 到我們台北 凌元山 雙溪小竹 這個 起見的姻緣 這個事情 說起來已經 有一段時間 這個 在 99年 1999年 當時我們 社團法人 剛剛 成立 就是 華藏競中學會 當時 秘書長 莊玄法師 認識了洪平和居室 洪平和居室 他 提到他在台北縣 現在是改為新北市 在這個 雙溪 它有 一些 山地 農地 可以提供 給我們 靜中學會 靜中學會 來做一個 念佛共修 的道場 那個時候 洪基寺 也到了 新加坡 去見老合唱 莊玄法師 當時把這個事情 告訴我 後來 回來之後 也就沒有再聯絡 這樣又隔了好幾年 大概在 四五年前 洪基寺 在三重靜中學會 認識了 陳永信基寺 當時他看到 三重靜中學會 是在住宅 區裡面 念佛共修 往往受到 鄰居的抗議 那麼他再度 給陳永信基寺講 他在 雙溪 有一些山地 可以 來做為念佛堂 在山上 做念佛堂 就不會去 吵到別人 也不會被別人吵 互相不妨礙 那麼陳永信基寺呢 他也 發心 也是 有這個願 因此兩個人 就合作 來開發 這個 現在 雙溪 這個念佛堂的道場 當時沒有路 他們兩個人 出錢出力 可以說是 開山的 因為是農地 所以申請 是以農地 來申請 蓋了兩棟農舍 目前呢 這兩棟農舍 也蓋好了 在這個地方 共修 出家種 再家種 然後 長期 住在道場 也有二十幾位 可以說是一個小型的 這個念佛堂 這個 山啊 目前為止 沒有其他的建築物 可以說非常地清靜 也符合 應光祖師 當年提倡的 二十個人的小道場 每一天就像打火器一樣 在念佛 道場小 開銷也比較少 容易維持 大家呢 住在這個地方啊 念佛共修 身心清靜 這是 目前我們 雙溪小卒 這個道場的一個情況 我們同修呢 大家如果 有時間啊 可以短期性的 上山來共修 一天半天都可以 我們道場也有車輛 這個專門來接送 歡迎大家 到山上啊 來看看 來共修 這是 我們雙溪小卒呢 起見這個陰眼啊 簡單的一個報告 那麼詳細的呢 我們 後面啊 還有 更多的介紹 大家呢 再往後面觀賞 那麼就 讓我 更為 詳細 更為 明白 非常 感謝 大家的 關心 愛護 支持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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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邊是社區會妨礙到鄰居 所以說有個因緣之下 我就跟陳吉士提過說雙溪這邊有一塊地 那可不可以蓋一個道場 說蓋一個道場給人家練喉求生希望幾個世界 這個因緣很殊勝 他就來看好幾次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錄 從這個山下走到我們雙溪小竹 要走40分鐘 這個路是小路 走路是還可以 要再開路 這個過程大家都很發心 把這個工程完成 一路走來是大家很辛苦 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尤其是陳吉士他很發心付很多信力 來完成這條路 這條路完成以後 就是要蓋雙溪小竹 因為這個地是農地 農地要變更很麻煩 因為我們這個不符合那個條件 要7米路的寬 才可以申請變更這個事業用地 所以說我們蓋這個雙溪小竹 就是用農地申請 蓋這個雙溪小竹 都是大家用心用力 來完成的出錢出力 都是這些陳吉士和一些聯流 大家共同的成功 從沒有一直到蓋到好為止 那你們有對這樣的一個過程 有什麼感觸沒有 因為大家都喜歡 因為要蓋個道場 都是用心用力 大家來協助完成的 那時候很多義工菩薩 我們也很感恩他們 因為這個交通比較不方便 這個路路況又不是很好的情形下 來完成 事實上這邊交通不是那麼方便 那其實也有好處 因為呢 閒雜人就沒有那麼多 套一句我們佛學上面的名詞 有點像阿南若一樣 遠離那個市中心 那所以我覺得這邊應該環境都蠻好的 蠻適合我們在這邊修行 我們這個雙溪小竹 這個地理很特殊 你看這邊有一個佛山 就是阿彌陀躺在那裡 再過來就是蓮花一半一半 到這邊來都是我們整個山頭 都是有這個蓮花盤 我們這個地方真的很殊勝 那對我們建理 未來的發展 還有我們未來的方向 有沒有一個期望在那邊 這是要感謝我們老法師和物大法師 他們在這邊做兩年的三十七年法會 這個是給我們國內很大的福報 所以說這邊雖然是比較偏僻 但是這個法會做下去 天天都各方的人都來參加這個法會 這就是造福我們台灣也造福我們台北縣 也造福我們雙溪翔 這個是要感謝老法師和物大法師的慈悲 來完成這個法會 非常謝謝我們洪平和洪居士 謝謝 謝謝 感恩 謝謝 阿彌陀佛 這個雙溪小竹 這個雙溪小竹 大概到現在有五年 那集合了所有的人力物力 我們也很高興 我們很多義工都能夠來幫忙 那我們也知道南木營南師兄 他在我們這個開始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這裡幫忙整地啦 幫忙設計啦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南師兄 我們都知道那邊原路的路 蓋上來的時候 那都是經過很艱苦的一個時間 那又要除草啦 又要弄石頭 那那個時候我們是怎麼樣規劃那條路 從下面接到我們雙溪這邊來 以前那裡啊 他們不是要開好了嗎 就是會垮掉一些嘛 你要加那個一個純燦網 那這樣就是大家幫忙 然後有一些衣工三重鋪的 就是三重經經學會那裡 對對對 那我們都知道類似花崗石 全部把它從下面樓梯一直 鋪到上面去 那在鋪這些花崗石的過程裡面 那有沒有遇到一些什麼困難的地方 還是說這些花崗石 那他從進到這邊來 那怎麼安排 怎麼把它鋪進去 那時候那時候那個阿東 阿東爬 阿東爬 那那個 那個師傅他們還有 還是那個 那那那個第三就是 AV 棟 那只巨拔就去做 跟那個階梯 那些都阿東爬 到那邊 到那裡 到那裡 到那裡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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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裡 那裡 都是他幫忙規劃 他幫忙做的 對對對 那就是差不多到一個段落以後 那就完成了 他就移交給我們 是不是這樣 對對對 那我們也希望兩位 常常回來 可以回來參加法會 那在這裡呢 我們特別感謝我們 南慕營男師兄 跟我們 南夫人 謝謝他們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身為這片 天然山林的外蘭特 雙溪小竹的一切 都以不破壞環境為前提 這既是對山林的尊重 也是為維護大自然 所做的努力 雙溪小竹每日的用水 都取自於天然溪河 經過補法過濾後 提供小竹內所有人員使用 冷裂甘甜的水質 洗滴內外身心 2009年10月21日 老和尚造訪雙溪小竹 這是他為該道場 避免後的首次避免指導 順著眼前的台階 射擊而上 老和尚首先參觀了 位於右手邊的A棟樓 A棟一樓是櫃台和解藝會客廳的所在處 A棟二樓 則是大殿所在處 殿內共有數尊佛像 法相莊嚴慈悲 在如此安詳平和的氛圍中 同兄們千辛禮佛讀宋經教 離開大殿後 老和尚來到了與A棟相避臨的B棟樓 B棟一樓的摘堂是主要用膳的地方 這裡設有銀幕 讓同兄們在用膳時 也能聆清老和尚的法語 B棟二樓是女眾療房及法師療房 擺設簡單樸實 主要為來此休學的知識們 提供一個休息的空間 與B棟隔著一條走廊的是C棟樓 C棟一樓是大寮 燒水間 以及柴房的所在地 這裡負責供應雙心小竹 每天的膳食餐點 同樣位於C棟的圖書區 目前收藏有完整的四庫全書 響應了老和尚 極力推廣的傳統中華文化復興 除了四庫全書外 老和尚也提倡印製一萬套乾隆大藏經 為世界消災祈福 因此大藏經也是雙心小竹的另一重要藏書 依山式而建的雙心小竹 除了竹體建築群外 塞在圓旁 立設有男重療房和法師療房 百設與女重療房相同 均以簡單素雅為主 在立臨雙心小竹指導後 老和尚有感於台灣天災平原 依此再多次獎金時提到 希望雙心小竹道場 舉辦百七三十信念 護國襲塞法會 為這塊美麗的土地 進一份兄弟 我們也曾聽一些人告訴我 台灣這個地區會有災難 北部會有風災 東部有地震 南部有水災 告訴我都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修佛 北部做一百個企業 三十七年 聽盡念佛 三十七年佛寺的上午 大家送無量壽禁 念阿彌陀佛 七百天不中斷了 南部在台南 吉樂寺 我請無心法死 來主持這個法會 也是七百天 要知道 參與法會的這些人 亦有福的 為什麽 他心定了 七百天不動了 七百天整整整兩年了 公闊是固定 每一天一步無量壽禁 一步三十七年法寺 明陽兩立 我求什麽呢 求這個地區 平安 求這個地區 化解災難 不求別人 那現在看到這個災難 一步來一步 我告訴悟道法師 他的道場在台北 我說你回來之後 在台北期間 七百天天佛寺 悟行法師在台南 我說你在台南 也做七百天的佛寺 我說我配合你們 起講 無量壽禁 所以他們都歡喜 我說我們講這部 明陽兩立 希望將講經的功德 回向給虛空發解 希望能化解災難 縱然不能化解 讓災難減輕延後 這是我們能夠相信的 2010年元月三十日 雙溪小竹起見護國襲災百七信念法事 預計至2011年12月三十日圓滿 起見當天老和尚為大眾 開示了百七三十信念的意義 祝各位法師 祝各位同學 大家新年好 在這個新春佳節的時候 到場 到場 發心 喜見 各其 喜念 發揮 意義 尤其是 不凡 這個發揮的目的 這個發揮的目的 是為 這個地區 祈福 為一切眾生 喜災 喜災 免難 發揮的時間很長 是在過去歷史當中所沒有的 一共是一百個七 也就是七百天 一百天 整整年年年的時間 無論是在家出家 要真正發佛地心 那 修這個發揮 就是真正在行菩薩道 如果 能將 這七百天發揮當中所學習到的 都能夠落實到 自己的日常生活 都能落實到 工作 落實到 廚師 待人 借護 依教奉行 不敢違 道場 同修所發出的這個心 念 對 對於我們現前社會的這些災難 肯定發揮很大的力量 都會改善 會改善 大災難 變成小災難 小災難就化解了 就沒有災難了 人 人人都能這樣做 肯定 影響你周邊的許多人 大家都覺悟了 大家都覺悟了 大家都回心向善了 不但我們這個地區有救了 中國有救了 世界有救了 這個功德多大 不要小小看成我們自己 這個小小的身心 它能發揮無比的力量 通常在可容納約150人的 A棟二樓大殿舉行 但若適逢雙溪小竹 助持悟道法師主法時 因參與的人數眾多 便會改到可容納約400人的 中庭舉辦 除了接送同修上下山 參與法會外 雙溪小竹也提供適合住山的老同修 念佛求生淨土的環境 目前常駐於此的出家眾 有15位 再家眾9位 均一老和尚的指導 修學淨土坊 還有遠自岡山 新竹 宜蘭 台灣各地發新的菩薩們 來此當年功 沐浴在晨光中的雙溪小竹 靜密安詳 這裡是靜宗同修們的修學道場 也是疲憊心靈的修憩場所 在遠離晨霄的山林中 雙溪小竹始終靜靜地矗立守護眾生 雙溪小竹 雙溪小竹 在深夜中 雙溪小竹 雙溪小竹